夢幻新珠仙在台府也進行封測了 那在即將推出之前來這邊分享一下遊玩的心得吧 玩法部分算是相當簡單 右上方的主線任務 跟著做了以後就會有等級限制了 目前第二天的話等級限制好像上限就是41等 除了推主線之外再來就是境界的提升 境界提升都有它的條件 這些條件對於初期來講都不是很困難 大部分只要自己打一打或者是組個隊就沒問題了 左方有活動項目 這就是一整天要做的事情 右邊則是限時活動 晚上七點之後就會有幫派的活動了 然後一週的還有週曆 再來就是戰令 簡單的來講就是參與活動 絕大部分就是回合制戰鬥 那這個戰鬥算是挺緩慢的 也沒有加速跟跳過 然後正魔令 這個其實就是跑完任務了 跑六十環這樣子 那這個要掛個半個小時左右 這是我目前的幫派 那我幫派成員就能看到 然後妹子是挺多的 有沒有很開心 這遊戲確實妹子是很多的 那我覺得應該30%應該是有的 左方還會看得到有進修 那這邊其實簡單來講是領取掛機收益 然後還有挑戰靈脈 挑戰靈脈你如果在玩第一天的時候 你的戰力因為會不斷上去 所以要記得優先來這邊做挑戰靈脈 左方還有提升 如果你是萌新玩家的話 就是你只要把紅點點處理完 接下來就是把這邊的提示啊 跟著做一做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其實這遊戲沒有什麼難度 主要就是在於與玩家之間的溝通啊 聊天啊、社交之類的 遊戲也有生活技能的 就是有採集啊、捕捉 還有自單啊 或者是去進行料理之類的 首頁操作部分啊 其實你會看得到 它也可以進行飛翔 預見飛行 那這遊戲也是有探索的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出現在藝紋 藝紋部分會有探鈴 這探鈴其實算是很重要的 而且還挺麻煩的 它也是一個大探索的行為 那目前來看開放的 草廟村、青雲山、河陽城 那還有另外兩個 反正那後面版本就會一直開了 那這些位置啊 我就把它放在下方電源器吧 跟著連結做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再來就是仙友的部分 這是我目前的仙友 那一開始你選擇的門派 就會有對應一些比較特定的仙友 就像我選這個鬼王 門派就會對應到地 再來尋訪 尋訪部分啊 那就是橙色品質以下的 都可以在這裡面抽到 那紅色部分的仙友啊 還是會對應到門派的 這一點要注意一下 仙友等於就是來幫忙助戰的 那你在打其他的活動啊 一些關卡 就是那些仙友就變成玩家了 就很簡單啊 所以他們用的招式都是大同小異的 就跟玩家用的是差不多的 再來就是為各位提供就是 所有職業的說明 給各位去做個參考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我目前的阵容 还有先游啊 零售之类的 那你可以选择自动攻击或者是 道具啊 技能施放 每一个技能都不一样的状态 其实后面的关卡 跟玩家组队的话大约 要记得自己门派技能在什么时候比较适合 施放的 你就可以把它放出来如果 只是一直挂着的话 特定关卡站立不够 很容易就打输了 游戏本身的用意就是要让你在这个战斗里面 跟玩家去进行社交啊沟通之类的 那如果你有不懂的话 直接点取 下方的这个问答 那他就会发在聊天屏上 看有没有玩家可以帮你提供回答的 这些先游部分啦 我还是有找到一些 队伍推荐啦 那 我已经贴在那个影片左方了 所以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 没实际用过啦 不过网络上写的应该 有六七成准吧我觉得 来做个游玩总结吧 这个游戏很适合大家一起玩的 那一定要大家一起玩 这个游戏其实才玩得下去 那本身回合式是比较耗时的 你可能挂一关 活动啊 或者是 跑完任务啊 那个都20分钟起跳 不过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 就是你如果在一个班会里面 Match也够多的话 他们不会 多教教他们 这样其实 好像做 这样子玩下去也蛮开心的 那本支影片就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 拜拜